天折的时候虽然说是天气回暖 日照时数明显地增加了 但是由于天气仍旧是冷热阴晴不定的 非常容易滋生呼吸道的疾病 所以传统的养生方式是多吃水梨 可以生津止渴 缓解口干舌灶的现象 同时也可以把水梨和川贝冰糖陈皮 一块用纹火慢蒸后食用 正所谓是生梨可以清热 手梨可以滋阴 这个时节还有一项正值盛产的水果 其他的季节确实不容易看到 那就是枇杷 我想大家都听过枇杷糕 但是新鲜的枇杷口味清甜 还富含丰富的维生素A 以及叶酸和甲离子 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几率 明朝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着 枇杷能够止渴化痰 还有润背健胃 可以算是初春时节的高档果品 这个时候的天气整体来说 确实是明显的变暖了 所以我们的饮食应该要力求清淡 多吃蔬菜水果 以及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例如像春笋 菠菜 韭菜 芹菜 还有鸡蛋 牛奶 可以增强自身的免疫力 预防感冒 此外中医师认为 春季时候人体的肝脏机能活动旺盛 所以精折养生 还要重视对于肝脏的保养 避免肝火过旺 所以除了要饮食的调整 还要兼顾到情绪的调养 避免忧思欲解 以及激动暴怒 如果能够乐观开朗 保持甜静愉悦的心情 就是最好的保肝方式